作为当今世界上的足球强国之一,阿根廷至今夺得过两次世界杯冠军, 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不过与球王马拉多那大放异彩的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相比,阿根廷1978年世界杯本土世界杯的冠军却有很大争议,巴西人甚至认为,这是靠假球得来的。 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阿根廷进入了军政府统治时代,由于军政府的腐败无能和7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阿根廷经济持续低迷,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 为了转移社会矛盾,阿根廷军政府要求阿根廷队一定要夺得1978年本土世界杯的冠军,与2002年的某国不同。 1978年的阿根廷队确实拥有世界杯夺冠的实力,但拥有夺冠的实力并不等于可以夺冠,更何况当时除了阿根廷外还有多只拥有夺冠实力的球队, 如荷兰队、巴西队、意大利队、西德队等等。果然阿根廷队在第二阶段小组赛遇到了麻烦,78世界杯的赛制与如今不同,分为两个阶段的小组赛。 第一阶段小组赛的出现球队在分成两个小组进行循环赛,每个小组的投名进入决赛,第二名则进入季军争夺战。 在78年第二阶段小组赛中,阿根廷队和南美斯迪巴西队、东欧竞旅波兰队、南美黑马毕露队分到了一起。 经过两轮小组赛,阿根廷队和巴西队都是一胜一平,积分相同,而巴西队竟胜球占优。 但巴西队第二阶段的最后一轮小组赛比阿根廷队提前两个半小时开始。 这意味着阿根廷队可以根据巴西队的比赛结果来决定最后一轮小组赛的战术。 这对巴西队是不利的,不过巴西队的表现倒是很优秀。 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中,以3比1击败了波兰队。 这意味着如果在跟毕鲁队的比赛中不能净胜4球以上的话,阿根廷将被巴西队挤出世界杯决赛。 而毕鲁队在1978年世界杯上表现不俗,在之前的比赛中甚至逼平了强大的荷兰队。 正因如此,赛前绝大部分人都认为阿根廷不可能夺冠了。 但没想到的是,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中,阿根廷人发挥神勇,而毕鲁人却全面崩溃。 最终阿根廷队以6比0的大比分狂胜毕鲁队,同时在小组积分榜上反超巴西队,将南美肃迪踢出了世界杯决赛。 因为这场比赛确实出人意料,再加上阿根廷军政府的名声太差,所以围绕这场比赛产生众多阴谋论。 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阴谋论观点认为,阿根廷军政府在赛前贿赂了毕鲁政府和国家队,让他们在最后一场小组赛中打假球,阿根廷才得以进入决赛。 不过至今为止,没有任何有利证据证明,阿根廷队和毕鲁队的这场比赛是假球。 这也成了世界杯历史上的著名悬案,但很多巴西人坚定地认为,阿根廷是靠假球才将巴西队挤出了1978年的世界杯决赛。 甚至有巴西人说,巴西队是1978年世界杯到以上的冠军。